早晨,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360財經台, 我是王俊宇, 逢星期一佔早上9點05分, 醒神前瞻跟大家分析當日的投資策略 今天在電話旁邊有國籠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林家康先生, 跟大家分析今天的投資策略的早晨林Sir 早晨, 各位聽眾 早晨林Sir, 是呀, 昨天的市場繼續有升, 遲了前日的話更加好, 林Sir 叫大家有400多點升, 然後回來了, 昨天又升上去, 今天我們的策略如何做好些呢? 未來的策略來說, 都是敲高位這個套利利償, 雖然未必是今天是最高位 但是, 看看這個美股的表現, 都是有利於這個港股, 導演線都是反覆向高位尋頂的 昨天美國那個FOMC meeting, 那個聯署局那個戶事記錄都顯示得到, 是整個聯署局呢, 在那個未來的利息方面來說呢, 都是感覺到它是充滿了壓牌的 大家都都談過, 連內還會宣佈停止這個縮表, 所以在未來來說, 環境的氣氛都有利於這個港股 是遵循尊, 尤其是地產股方面的利好, 都是利好的, 但總之你講到這個第一番就是, 二月尾的那個期日結算, 二月尾的期日結算是下星期三, 下星期二十七日, 未來的幾日來說呢, 我相信都是繼續 是向上呢, 頂著上去, 用來殺這個蛋倉, 所以呢, 期內有些波幅, 突發性的上升呢, 絕對不出奇的 但是, 看回一下, 要考慮到這個三月份的時間來講呢, 中美我自己覺得, 都會有一些這樣叫做 關卡性的協議呢, 是達成, 和宣佈的, 所以呢, 未來來來講呢, 都應該要準備一下, 叫陳豪的消息呢, 就要估一估, 了 因為千萬不要想著, 就是說, 中美貿易談判, 一旦五六十完成宣佈, 那就再撲入去了 因為你如果現在再撲入去呢, 其實呢, 現時的恆之水平呢, 大大華華都已經消化了呢 這個中美貿易的利好消息已經九成了, 所以你再撲入去的空間就不大了 因為由這個年初開始一直到現在呢, 大大華華呢, 都升了差不多成三千五百景那麼多了 所以, 未來來來講, 短時間呢, 應該就叫做後衛撲貨, 就不要再去追入了 那麼, 短時間之中呢, 只能夠呢, 就是拍一些震忌 一路仍然是上衝, 有能力呢, 繼續向上沉頂的股份 但是, 短時間, 千萬不要現在才要想一個叫中藏線 所以, 短時間來講呢, 當然可以炒短線 但是, 要記住了, 一定要結市啦, 要夠快啦 以及, 未來來來講呢, 月尾其節結算的程度來講呢, 開始有見頂回落的趨勢的 嗯, 是呀, 如果短線這樣算呢, 哪些反法是值得留意先呢 嗯, 譬如中國節省這樣啦, 七、八啦, 這些影片的短線都有一個上衝的衝力 但是, 那個幅度呢, 就是, 千萬不要留意再貪, 那個很大的幅度啦 因為, 中國節省, 你看得到呢, 由這個, 大約過四之後, 一路是衝破了那些阻力軌之後呢 一路慢慢慢慢的都是反覆上升, 反覆上升的 跌市的時間來講呢, 它的抗截力就很大 因為, 升市的時間呢, 它比升市快很多 所以, 短期來講呢, 都會看著它的股價呢 有機會朝向這個兩元這方面的發展 所以, 短線是仍有的值得論 但是, 其他很多的股份呢, 大大話都升了很多的了 那麼, 再收入的空間呢, 就不會太高 那麼, 變成風險性方面來講呢, 就會太高 那麼, 總之, 未來這幾天, 到下個禮拜, 這個極指極線的前後呢 都是應該準備一個叫做, 歐高為套利利長的準備 好啊, 好啊, 除了鐵塔, 譬如我們長線一點點 會不會是繼續留意地產股呢 因為, 譬如說, 美國不加息的話 應該整件事情會整體向好呢, 是吧 中長線都仍然是地產股的 那麼, 這個是無農事的 因為, 始終美國25屆來說呢 看到那個資訊和數據呢 就是在九月份, 以前加息的機會是等於零的 那麼, 九月份之後呢, 加息的機會都不是太大 那麼, 所以, 地產股這方面來說呢 是會受益的氣氛呢, 反覆都是向上仰 那麼, 你要記住反覆 就不是說, 今晚呢, 就以後一直不停升升到年尾 就不是, 因為, 最低的低位呢 就是這個年初的時間呢 1月2、3日的時間呢, 就已經出現了 那麼, 很多的地產股距離1月3日的低位來講呢 其實, 已經大大話話, 升了有些十幾, 有些20% 那麼, 不是說未來不停, 我覺得未來來講呢 再繼續慢升的 但是, 千萬不要想著, 你現在升了20% 之後呢, 追下去呢, 接著又會升30% 是不會的 一定是不會這樣反覆的 嗯 所以呢, 這方面那個, 向上的空間呢 逐漸逐漸的就是收窄 波幅4、5有時來講, 下跌呢 都有機會令到你坐一坐聽的 嗯, 即是, 現在的意思就是 就是, 後高位, 減遲啦 跟著, 如果大幅回調, 剛才再重新考慮, 入貨啦 想上一下嗎 沒錯啊, 因為, 國外的過幾月來講呢 其實, 什麼位買你都是賺錢的 只要是賺多, 不是賺少的 那, 直言來講呢, 到今至今日 痕跡也有三千五百點的升幅 倒不如呢, 又口口告, 又是幾次結算 之前來講呢, 先寫一寫一寫 先, 再錢下了袋 如果未來有些, 各類的股票 比如說, 有些會造的時間呢 再重新考慮 好啊, 好啊, 時間差不多 林Sir, 麻煩你擁擠一下, 好嗎, 麻煩你 嗯, 今天來講呢, 我相信那個 痕跡也會繼續呢 受為於微股方面的那個 有些反覆呢 是會向上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 二月份這個期日結算之前來講呢 都要口個位, 走一走貨了 又是從呢, 恒指由年初 又到現在, 升風就成三四五百點了 有很多的股份呢 都有一個多大的利潤的 那麼, 短線來講 雖然來講, 中國叫七八八 都仍然有個短線的那個 投機的那個直播率 那麼, 其他股份呢 都應該都準備後來後告 來一來上下, 將賺了的錢 拿下擺, 即是先放在袋上 未來, 如果再有 調整的時間呢 再重新考慮入市的策略 OK, 好, 謝謝林Sir 剛才林Sir提過的股票 有沒有持有相關的權益? 沒有持有股份 沒有持有股份的 好, 謝謝林Sir 拜拜 拜拜 謝謝林Sir 謝謝林先生 躁在我的組別 我會請你 有什麼?